哈喽亲爱的网友们 你们好 现在是我的午饭时间 英国这边12点左右 你们都吃了吗 你们好吗 这两天看了台湾的这位 非常高大轻率的高乙祥 不幸呢 在中国浙江去世 我们都感到非常悲痛 所以我也是自己呢 天很冷 所以喝一杯红酒 越喝心里越难受 请跟大家分享的吧 因为今天早晨 我跟我女儿说 孩子 我这两天呢 一直看电影演员 她呢 不幸呢 过度劳累 过度劳累 就去世 我太年轻了 才35岁 然后非常让我惊奇的是 可以说成 妈 每天都死人的 每一分钟都死人的 哎呀 我听到以后我很失望 我们大家知道 每个生命去世的时候 我们都是感到一种 淡淡的悲哀 如果你呢 年老 寿终 这是一个非常 我们说的 宏喜 35岁 任何人 在35岁呢 都是英年早逝 那特别是对 高以祥 这位大家 非常热爱的 又已经开始 被粉丝们热烈 追踪和喜爱的 这位 高以祥呢 他真的是 他的人性的可爱 然后他的个性 对父母的孝敬 还有对他们同事的 他这一路的 这样过来的 这个出道之后的 这些努力和争取 他的可爱的人性 如果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啊 可以传播更多的爱 更多的健康 更多的 非常美好的理念 是一个 让我们非常 期待的 这样的一件事 可惜呢 我们因为他的生命的终结 一切都结束了 我今天想分享三点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 他的人性的可爱 所以我们感到 碰尸 这样一个可爱的人性 是他的第一点了 他第二点呢 就是说 他非常遗憾的是 我今天早上想跟我女儿说 因为太匆忙 所以 跟我女儿想说明一件事呢 就是说 我们因为年轻 因为我们 现在的生活的这种 晚睡晚起 会对我们的身心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你的情绪的影响 就不用说了 我们今天只要 更主要的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 整个身体的 在一个非常劳顿的 非常没有节制的 这样一个状态下呢 身体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我们知道 高以祥呢 他是 27号那天早晨 11月27号那天早晨 他8点钟就开始工作了 然后呢 因为他签了合同 他要 按照所有的导演的 编辑的安排 这种追踪的 这种现场录像 而且是已经是 在凌晨一点了 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这个时间点 第一呢 他已经拍了两集了 他 尽管你什么热爱运动 身体条件好啊 没有什么心脏病的病史 在我看来 他的这个例子呢 是跟心脏病 心脏病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 我再跟大家仔细分享一下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他的所有的知识 他在一大 在加拿大长大 他在台湾出生 他的家庭环境 他所受的教育 他所有的涵养修养 彬彬有礼 他的这种身世风度 都非常可赞 但是他 唯有一样他不知道 他还没有学到的 就是对自己身体的尊重 这个身体的科学 我们生命的科学 身体的科学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 因为我们 不用讲什么中医西医了 我们就是说 简单的说 我们的五脏六腑 唯一的一个脏器 就是心脏 他是没有休息时间的 他为了我们的身体 在运作 他一直就在跳动 无论我们在白天的时候 我们夜晚睡眠的时候 他都要支撑这个身体 支撑你的身体的养分 养气 然后呢 你才可以让你的身体 在不停的 在第二天早晨醒来 再继续运作 所以大家忽略了 对心脏的理解 和心脏的照顾 为什么 因为心脏 他本身 他不会给你什么 太多的信号 他不会给你信号 他是火 他是在中医里面说 他是一个火 他在烧 他的热量 他会传到小肠 然后帮我们的 体内的这个食物消化 然后呢 他还要 蹦出很多的血液 和能量 来支撑我们的手指 我们的大脑 皮层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脚趾 他都要去 去支持这个身体 在运作 那非常可惜的是呢 高以祥 他在一个 这样这个 娱乐圈里 已经是这么多年了 然后他对这个晚睡晚起呢 他似乎也不太是那么 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第二天 他可以充满精力的 重新再运作自己的 这个 按照所有的合同 他来做这件事 那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 我们客观的心脏 他这个 我们心脏 它是一块肌肉啊 同胞们 不要忘记 我今天说这个话题 就是提醒所有 看我视频的每一位朋友 你要观察自己的感觉 要跟自己的身体交流 你的心脏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警告 他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 你过累了 你需要休息了 你不可以就 无休止的 去使用你的身体 他从八点到凌晨一点 他还不是一个简单的 坐在电脑前呢 或者是放松啊 喝杯红酒啊 坐在电视机前 看个电影啊 特别是我们在人体的 这个每一个两个小时的 这种最需要休息的时候 然后呢 从三点到五点 这个时间是全身的 你的肝脏 脾脏 你的肺都需要 重新再统领一次啊 重新再调整的 所以我们在熬夜的时候 我们在三点到五点的时候 是最痛苦的 为什么 这个痛苦不是任何事情 这个痛苦就是 你的身体 你的五脏六腑在里边说 你快让我休息吧 你怎么还在使用我 还是在使用我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警号 可是偏偏呢 高以翔他就 呃 我相信他确实很缺乏这方面 唯一遗憾的是 他缺乏这方面的常识 而且你还 还在拼命的跑 还在做非常剧烈的 这种追逐的运动 还有冒险的这样的一种 整个这个拍摄过程 非常残酷了 你从表面上 如果你在白天做这件事情 早上八点之后 在十二点 在五到五点 六点 七点 八点 九点 都可以做 但是你在 你身体最需要休息的时候 你的五脏六腑 是最需要 你躺下来 让他们完全放松 没有你的眼睛 我们眼睛说是 跟肝有联系的嘛 我们的目嘛 跟肝有联系 当你把眼睛闭上来的时候 你的世界就关闭了 然后你的整个的五脏六腑 就开始休息了 非常遗憾的是 高以祥没有这个机会 他还在心脏非常劳 劳顿的时候 还要去要再支撑 他这个身体 他的四肢 他的拼命的跑 然后呢 在一个非常低温度的 那个状态下 大家我们看到 当时浙江的那个 天气的预报 是非常冷的 那心脏在 在我们身体体温 我们的四肢啊 手啊 在我们冷的时候呢 心脏会需要 更多的工作量 更多的血 来蹦 来碰碰碰 出来 让我们的四肢 来工作 所以心脏的负荷 是相当的大的 心脏的负担是更 在里面是非常挣扎的 这是我们不能眼见的 而唯一的这种信号 就是说 你可能突然心脏 有些跳动 或者不舒服了 那这种不舒服 就是暗示你 你要停下来 非常遗憾 高以翔 他在11月27号那天 他不可能停下来 那他的死呢 和他的这个 不幸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是一个 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原因 造成的 但是他可以耍耍大牌啊 如果他懂这方面 而且他的一个好友 姓黄的那位先生 已经跟导演的 还有他们整个 那个团队都提过了 他说这一点太晚了 而且他们都是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更应该懂得 对我们身体的科学 知道我们身体 是如何更正确的 使用它和运作 他们也提到了 可是 现在我也不太明白 中国的导演 就可以要这样刺激 就像那么斯巴达克斯一样 在一个搏斗的 一个真实的情景下 来拍四五个相机 在摄像机 在追踪一个人物 那高以翔 他现在这么年轻 他又有了22岁的女朋友 他的心情 他的心情是非常高昂的 他说我多赚了 这15万块钱 15万块钱 跟我亲爱的女朋友 我们可以订婚 我也35岁了 我未来我就可以去娶他 然后开一个盛大的 一个非常体面的婚礼 然后更加孝敬我的父母 他活的呢 就是我 第三点 这是我们更多的人 还有我们现在这辈年轻人 我非常悲哀 我今天早上 跟我的年轻的孩子说 你 我其实我想点到这个主题 但是你看他的说法 就是说每天都死人 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根本没有明白 my point my point in English 就是说 我话的意思 我的重点 不是在每天都死人 他每天还出生了 对不对 那就说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更多的珍爱一下 我们自己的生命 来我们好好管理自己的生命 爱护自己的生命 来照顾自己的生命 然后你呢 你一个人去掉 死掉了 很快十几分钟 他完全可以在一个叫AED的 我们台湾的节目很多 我们看到他有介绍他的 可以在第一时间 可以在三分钟内 把他抢救回来 那可见呢 这一个另外一个事实 就是在中国 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是多少人就可以赚钱 可以在尽快的时间 可以赚到快钱 可以尽快的出名 但是结果呢 你也可以在 生命没有保障的时候 你去葬送你自己的生命 为了你自己的名 为你自己的利益 为你的钱 那就是这样简单 那我在我眼里就是说 我第三点我就说 像高以祥这样一个年轻人 他自己有很多的天赋 他又非常的谦逊 非常可爱 又非常这么接地气的一个 天生的这么美好的人性 我不懂他为什么着急 你可以用大量的时间 来放松自己 然后可以呢 让自己的心态再平稳下来 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下 我相信那么多人的注意 那么多人的赞美 他确实是很享受的 我特别感受 我记得我们年轻时候 在酒店入住的时候 那种自己的空间 然后有些人来想采访 有些人要拍你的照片 我都经历过的 那种满足是非常超然的 确实是不太一般人能有的 那样一种 然后你对着很大的体育馆 上万人 你拿着一颗 拿麦克风 在对着整个大体育馆演唱的时候 他那种自豪感 那种状态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呢 我们没有一个人对他说 或者他的好的经理 或者他的父母说孩子 你要照顾好身体 因为我们都相信 他35岁了 他有自己他的能力 能管整 照顾好自己 所以我最后一点的就是说 不要着急同胞们 我们的人生 你从20多岁开始 拼搏到你自己的事业里 找到自己的方向 不要那么急 慢慢来 不要把自己搞得过于疲劳 然后呢 在签合同的时候呢 也没有看好 然后就相信自己呢 没有问题 可是老天爷偏偏 也不是老天爷啦 你客观的 你物理的心脏本身 他不会去明白 你个人的野心 你个人的目标 你个人的奋斗 心脏就是个心脏 他在承受不了 那么多复合的时候 他就会停止工作 他对不起 天那么冷 我完成不了你现在 你从8点到夜里1点 17个小时 我都没有休息 一部机器都要休息了 更何况一个 这么一个肉体的 一个肌肉 一个心脏 然后再加上中国 没有那么理想的 他们的团队 没有一个更好的 一个保护 或者是想到第二 这个万一出现 那么大的一个节目 万一出现有些 急救的问题 创伤的问题 似乎他们叫急救的 这个部分 没有做得很好 那加之这几个方面的条件 几方面的因素 就造成了高一响的悲剧 也提醒我们所有的人 爱护你自己的生命 对你的生命 多一份关怀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来 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